那我問現場生理年齡最年輕的林菲白 我也感受到年輕選票 相對上的政治傾向 或者政治猶疑度跟彈性是比較高的 那今年因為總統大選本身 就有三黨的分裂的結構 然後立委的選戰 可能那一個分裂投票的意向 或者比例可能又會更高 你怎麼觀察 對我想因為年輕族群 本來在政治的這個固著度上就比較低了 所以其實過往的經驗上看起來 也都是他們比較沒有這個 很特定的支持哪一個政黨 但是確實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 我們可以從過去一段時間這樣看過來 特別是你從2014年之後 這個年輕人開始大幅參與在政治 其實大家比較希望是 第一個這個 他們期待的政治力量是代表本土 代表自己的這個國家主張 這件事情是從2014年以來 我覺得某種情況是一個共識 那當然慢慢的隨著民進黨執政的這八年 我們其實也有意識到說 在年輕族群裡面當然因為確實 年輕朋友的這個不管是生活的負擔 跟經濟的壓力確實是比這個過去所面對到 不同的世代面對到的問題更加複雜 所以我們努力嘗試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說 降低年輕人的負擔 就薪資在這個逐年的成長 但二方面是我們這個在稅的部分 我們的減稅的額度其實是在慢慢調高 所以大家其實有更多人能夠受惠 那你會怎麼看國民黨今天推出來的居住政策 所以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是說 他們有提我覺得也是好事啦 不會說選到最後其實這個藍白兩黨都還在糾結 在過去的政治攻防上面而沒有提出具體政策 我覺得他們有提也是好事 我們也必須正面看待 那當然你說他確實他提的政策相對而言 坦白講是離年輕人是比較稍微遙遠一點 那你說住房相關的議題 這當然是年輕人非常沉痛的議題 那特別是你說這個房價的議題 他全球性的在漲 那台灣的房價又是相較於亞洲其他很多國家 坦白講又是更高 那當然你如何有效的去抑制這個房價成長 囤房稅的這個實施 要如何更有效 真的到每一個環節上面去抑制房價的增長 你除了提供這個社會住宅之外 其實某種程度上租金補貼 降低年輕人負擔也是一些政策 可以實施的政策作文 這個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好那選戰進入最後關鍵之後 副手都搭檔進場之後 你們現在怎麼觀察各自的副手帶來的政治效應 我覺得當然我必須說就年輕是在我們所觀察到 蕭大使在年輕族群的這個吸引力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們看到你說趙少康我覺得他真的最致命的錯誤 坦白講大家一剛開始真的不認識他 年輕朋友啦 這個年紀比較長的這個長輩們大概都認識趙少康 因為從這個90年代看他選舉都是中華民國滅亡 這個喊了30年 但是這個中華民國台灣依舊非常穩固 但是年輕族群並不認識他 甚至也沒有在看他的政論節目 但是我認為他那天做最錯誤的事情就是他貼著鈴箱 這件事情大概是 我認為在很多年輕朋友裡面 這是非常嚴重的失誤 我要稍微打斷一下 那個組我發了之後 進了民進黨老議員群組 又進了新黨的群組 然後又傳來我這邊 這個是環遊地球一圈 所以他的穿透力很強啊 我真的覺得那個不是只是 那個坦白講這個並不只是純然是性別的議題啦 性別意識的問題其實真的更關鍵的是 就是你不要蹭年輕人 但是是用這樣的方式硬蹭啦 就是你跟年輕人不熟 我覺得大家不會覺得說你一定要跟年輕人熟 但是你不要去硬蹭年輕人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有這種感覺很強烈的 就是他那張照片真的對他來講是極大的扣分 我真的那天 我真的不知道哪個幕僚給他這樣的建議 還是說他自己腦袋裡面這個 這個媒體 這個美光燈的直覺他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是一個失敗的操作 那吳欣盈的部分坦白講 年輕人坦白講大多數也不認識他 但是我認為柯文哲在挑選他做副手的這件事情 確實也讓一些原本支持柯文哲的人突然覺得 你過去講的說不要跟財團掛鉤 不要這個要跟財團保持距離 這公開透明等等 突然一夕之間好像這些價值跟原則都不變 都不見了 這個我覺得大家也有所感 那特別是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要幫吳欣盈講點話 吳欣盈他是在美國長大 那受美國教育他講話比較直接 而且他某種方法對自己個人隱私的保護可能比較堅持 那他習慣的語言也確實是英文 那只是他會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包括嗆記者等等 我相信他可能也有他一些個人的一些不耐的地方 但是還是想要提醒他 就是說他現在的角色是副總統候選人 那這個我自己也很短暫參選過這個經驗 我知道跟媒體的關係沒有處理好那時候很慘痛 所以跟媒體之間的關係 其實這個我覺得他還是作為副總統候選人 恐怕還是要再更審慎思考一下 問一下這個非凡 非凡你在台北市 請問一下是租屋還是有房貸 我是租屋但是我不是租在台北市 好那你租在新北市嗎 我租在桃園 你租在桃園 所以我租到更遠 等等等等 可是你主要工作是在台北市 所以你必須通勤 那你如何通勤 我通勤要嘛是開車要嘛就是就是搭高鐵 OK好理解 因為高鐵到台北30分鐘之內可以搞定 好來那你你是租在桃園嗎 對租在桃園 租在中壢 好那所以租金行情低很多嗎 可以說說約莫多少嗎 坦白講相較台北比較低 約莫多少 大概比如說2萬出頭 1萬多 好來 請問一下2萬出頭 室內可以有多少空間使用 室內可以有多少空間使用 多少個臥室 不是啊 約莫幾坪啦 我是說約莫幾坪 像我是 我跟我太太 然後有一個小孩 所以這個我住的地方就是有 基本上三個房間 但是兩個房間基本上是非常小的 就這種 大家俗稱的這種小三房 所以也許室內可能也是30坪之類的啦 不到30 20出頭吧 對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很貼切嘛 就是說 那個在桃園在中壢才有可能租金是2萬多嘛 一模一樣的單位如果是在台北市 如果是市區的屋齡在10年20年內的房子 那租金可能就是5、6萬 對 那如果是老房子租金也可能也要4、5萬嘛 對 就是說 如果你是租在不是桃園 而是一模一樣的房子租在台北市區的話 你的租金很有可能是double以上嘛 沒錯 沒錯 其實我就是真的正式 變成那個好像租房的節目 但是我確實是 像我這樣的 我發現有非常多 非常多 像我這樣這個年紀的年輕人 大概30 34、35歲左右 但是是在台北工作的 其實現在大部分很多人其實是 租在郊區 台北的郊區 甚至你說 新北現在新莊也有很多人 那板橋這更不用講 三重蘆洲 現在都變得非常 新興的很夯的區域 那為什麼大家往外移動 甚至到像我這樣在桃園 那你可能就負擔多一點的交通費 實際上是 就是因為那個在台北租的品質 加上 加上那個房價 租金其實是有點不成比例 對 有點不成比例 所以你真的綜合看過之後 那你寧可再往外 多看看 所以台北才會變成老人的城市啊 就是說 老人本來就有房產的 他可能就留在這個城市 可是年輕的就會往台北以外的 去租或者去買嘛 對 所以本質還是一個高房價的問題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唯一